當我連假 千萬不要掉雨清新高雄前鎮區 一處民宅內的教會做禮拜直播 聲音很大 引發民眾檢舉 遠景到場發現室內兩男三女 違反了室內群聚的防疫規定 另外這一處傳統市場 有按摩店違規營業 遠景上門稽查 業者變稱顧客是姐姐 被蒐證錄影 依法舉發 透天民宅內傳出有人在室內傳到的聲音 警方到場查看 這位教會的女負責人 神色有點緊張 出來接應 表明是教會在做禮拜講道直播 但遠景一進入室內 是這個情況 室內的講台上 牧師在上面講道 前面架設的手機做直播 不過遠景數了一下人頭 發現室內共有兩男三女 儘管都有戴口罩 因為違反了室內群聚防疫的規定 因此被依傳染病防治法 開立了五張舉發單 由口罩民眾 人家認為說人家 拒絕 因為算是我們的工作室 這位負責人不敢自信被開罰 對遠景喊冤 違反防疫規定的 還有這個地方隱身在傳統市場的按摩店 民眾看到警方到場積茶鼓掌叫好 突擊林亞區傳統市場這間按摩店 當場發現了業者正在對顧客按摩 不過當下業者卻是這麼說的 業者辯稱顧客是姐姐 不過警方察覺現場 還有一位民眾在排隊等候按摩 遠景因此把質疑的過程 搜證錄影 依法舉發 按摩店業者被取締 恐怕會被開罰六萬到三十萬元 記者綜合報導